招委會測試了7款鑄鐵鍋 有4款釋出的金屬量 超出國際標準又或者是歐洲指引 其中一款中國製的產品 高溫測試之下 釋出至顏密超標16倍 代理商已經停售 招委會就呼籲 不要長時間用鑄鐵鍋 高溫煮酸性的食物 有進華報導 俗稱港女煲的鑄鐵鍋 除了漂亮過傳統的沙煲鑊餐 受熱均勻 保溫效果好都是賣點 測試的7款鑄 5款有發狼塗層 將酸性的食物放入去 在攝氏95度高溫下2小時 發現有2款釋出的金屬量超標 其中中國製的Buno 驗出有4款金屬量都超標 致癌的身更加超標16倍 沒有發狼塗層的2款 煎蛋都不怕貼底 不過高溫測試2小時 同樣驗出有金屬 美國製的Lodge 釋出的鐵含量 更加超出歐洲指引上限54倍 我個人覺得其實不是那麼大風險 不過要好注意 因為重金屬是很多渠道 都會有機會去你身體裏面 然後會造成一個積累 要扔掉它也不是一定的 但你可以考慮一下 最好不要用酸性的食物去煮 例如煮薑醋 那些你就要小心點了 重金屬超標最嚴重的兩款 獸儀也是最不均勻 例如直徑比較大的Lodge 在氣體爐和電磁爐加熱下 煲的內底不同位置的溫差 最大可以達到攝氏132度和171度 Buno在電圖爐上加熱 溫差更加達到191度 看回各項的表現 最便宜的Buno和Lodge 亦都是評分最低 5星只是拿到2星 Buno的代理箱已經停售產品 海關亦都會跟進 相反評分最高的三款都是比較貴 拿到4.5星 煮完食後 千萬不要馬上倒凍水下去 因為裡面的髮囊塗層 可能會因為溫度劇變而脫掉 洗好抹乾後 也可以塗上食用油 不怕生瘦和黏底 有線電視記者由進化報導